Hello Hello 喂来了来了,hold住住 哇,快成这样 哇,今天真正 今天这个周末吃碗面的节目时间 今天的节目会是短了一点的 不重要,我们有赵博士在这里 早晨,赵博士 早晨,早晨,短成怎样? 是,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 今天短到,多短啊? 今天10分钟多一点 10分钟多一点,不要紧 10分钟都可以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题目想和大家分享呢? 很简单,如果只有10分钟 就讲一下,当你坐直是对身体健康很多 有没有听过? 当你的人可以坐直,站直 直一点的时候,对你的身体健康很多 但什么叫做坐直呢? 是,听过的 如果你的人乱攻虾米 呼吸都没那么畅顺 是的,你听过吗? 对了,这个很出名的 这件事是出名到,什么行业都知道 当你乱攻虾米就没那么好 那为什么会乱攻虾米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一个七十八十或者九十岁的大胜佬 大胜佬你知是什么 那究竟他的身体是怎样的呢? 九十岁大胜佬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如果我们去健康 就可能会比你的感觉健康一些 健身大胜一些,通常会大力一些 那当你去老鼠仔你知是什么 那当你去运动的时候和健身大胜佬 有没有办法去运动多些时候 会不会多了一只老鼠仔呢? 即是有两只老鼠仔在右手 三只老鼠仔在左手 会不会这样呢? 那又不会啊,对不对? 你不会说多了多些肌肉 你会是肌肉大一些 但是那些肌肉本身的肌肉都是这么多的 那其实坐不坐直呢? 是关于第一,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坐直 你懂不懂怎么坐下,懂不懂怎么起床 亦都没有人去教你这样 那大家都是坐起床就坐起床 坐下就坐下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拿过 腰骨挺直呢? 那腰骨如果你拆掉骨头 其实骨本身不是直的 骨是弯的 如果你看过那些骷髅骨头 是弯的 有些人就会说 不是啊,你放在自己的墙上 然后就知道什么是直 你又不是墙,你又不是墙 你是人来的 变了有少少奇怪了 有少少奇怪 所以当你用data 因为我们很喜欢讲data 时间就只有这么多 可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有什么理由 如果我拿我的左手或者右手 放在颈后面 放在颈后面 当你坐下和起床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你现在都可以试一下 你会感觉到 咦,我的颈的肌肉正在移动 肌肉正在移动 但是你坐下和起床那一刻 和你的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用用颈来坐下或者起床 你其实要用什么来坐下和起床呢 就有关于你的脚 那条腰 但是那个情况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某些事 没有想过就会搞成这样 还有就是如果说一下说一下 说颈子 又说一下说一下头 又说一下说一下关于 哎呀,其实我的枕头 应该是有多高还是低呢 什么枕头 枕头又是一些大题来的 因为烦了别人很多年了 肯定是好事 其实我也想问你 有很多的枕头 枕头有很多的选择 有些是有个弧形的 就是拖住你的颈子 有些人 例如酒店的枕头 就凉到你睡完之后头痛 有些人喜欢睡凉 有些人喜欢睡凉 有些人喜欢睡硬 那其实又怎样呢 连同一个人陈己何时喜欢睡硬 都忽然之间间中喜欢睡凉 所以你说有个弧 掉了下去 很好 托着颈子 那些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反睡的时候 当你现在不在这个弧里面 那个侧面那里 就抵住了颈子 然后再起床 睡颈颈子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变成最好就是 就是你需要用个弧的时候 那个弧就变出来 你不需要用个弧的时候 会不会有变酒 哪里有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枕头就烦人家很久 还有头油 你知道什么是头油 头发呢 头流油出来 你有没有闻过对方 你的朋友 身边那些闻一下 他的头皮是什么味道 好事好得人怕 但是这些data就告诉我们 当你的头油滴在枕头里面 然后你的枕头 只是洗肚子不洗里面的馅 其实是很不卫生的 是的 你讲开也是 因为很多人只是洗个枕头袋 很少洗里面 里面怎么洗呢 当然不能洗 里面 所以变成了 还有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做一碟咖喱的 可能会多些印度人吃 因为他吃咖喱的 小一点 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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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东人吃 那变成你用 指天椒 未必是这么多 余多人吃 所以其实你 你的枕头 含有什么馅 在里面 再加上你的头油 是哪一种时候 会引致不同的生物 住在里面 吃他了 所以会弄到脱头发 因为今天短了, 只讲一下这些事情 有什么理由站起坐下 要动脚脖子的肌肉 难怪如果你经常用肌肉来坐直 人家说坐直, 你用肌肉来坐直 如果你硬要做, 其实做得不太久 之后又弯回了, 又弯回了 有没有办法我们不要用太多力去顶住它 而是自自然去做一件事呢 自然的 当你明白了道理 其实你不是在用脚脖子的时候 当你明白了道理 枕头原来是经常要变的时候 你又没有整个枕头经常变呢 其实是可以的 找一次我们就一起去研究 怎样做枕头 自己做自己世界上最好的枕头 这些就是我和香港那边正在做的 可能到时便又弯回来这里 便有话说了 但可以给大家今天一个测试 其实Data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原来练大脊 未必会令到你九十后 八十后 七十后 健康一点 因为其实当你硬了肌肉的时候 你又是不懂得如何坐起床 当你少一点肌肉 又是少一点肌肉 是说少一点的尺寸 不会少感救的 但是你不懂得坐下起床 所以做到的机会 当你肌肉硬一点 当你不懂的时候 或者血管去不到那些地方 又麻烦一点 对不对 我们通常是量血压 我们量血压 但是其实闭塞 不是只有血压 如果真的闭塞那些大脉 那就知道 但是如果微丝血管闭塞 爆了 然后你换一下皮肤 有一点点红色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的呢 以前没有 现在好像流水那样 有没有问题呢 如果你在家里流水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你每次交水费的时候 就会贵一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 晚一你住了三文市 晚一无故事 Water Pressure是大一点的 就是外面的城市是大了一点的 然后刚好你又流水的 可能由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所以当你去到七十 至到七十八十九十 其实在那段时间 多日又不是多得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 不要太多麻烦 无端白事爆死渠 在身体里爆死渠 会怎样 身体里爆死渠 所以这个太小朋友 你长大的过程也很重要 因为你将来要做事的 如果那些东西又搞不清楚 所以我给一个prequel 进去里面就是说 那些资料 其实关于我们的身体 是很多人没有说过的 没有说过 或者说的角度 没有这样想过 我们下个星期又继续 赵博士 有个听众短信上来 他说 多谢你传授的洋葱膠 他说他以前睡两个小时便醒了 而且不停想一样 但是喝了洋葱膠 吃了洋葱膠 可以睡到四至五个小时 而且他觉得很好吃 以前他不喜欢吃洋葱 他说非常多谢你这个洋葱膠的提示 哦 谢谢 我很开心他们有这件事 那制造自己的枕头 其实今次你学会了这个 苹果膠、洋葱膠 其实到时候 和自己家的枕头都有些关系 咦?洋葱膠和枕头有什么关系? 如果现在说 就过了十分钟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说一下 这些 就是当你学会了一些东西 原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用 而且令自己生活更加好些 也是一些免费的提示给大家 是 其实在12月 即上个月 现在说是去年 在资短访谈里 教了整洋葱膠 无数的听众 都说要拿食譜 但其实大家可以上去重温 你慢慢听听多少次都可以 回到我们的网页 重温 无论你听多少次都可以 是的 而且你们那些访问 你们为何每两个星期就花了 不是一个月 一个月 每一个月就花了 为什么花了 现在的数据是无限的 为什么你不留 是的 是的 我和公司方面 反映一下 可以留久一点 是的 你留久的 这就更简单 是吧 好 今天时间关系 先聊到这么多 先聊到下个星期 慢慢再说一下 洋葱膠 这些 和枕头有什么 你先设定 我还想跟你说 如何量度一下 枕头 究竟要多厚 枕头 又可以 又喜欢 好 好 那我们下个星期聊 下个星期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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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在这里 今天有个广告集资 所以又短了 有广告才好 你没有广告 就死得了 是的 我也知道 即死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 我说一些奇怪的东西 以前我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有这样的情形 然后那些广告多得 多开几个东西 最喜欢的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的那样 就是塞广告 有一次 那时很重要 拿了一百万的收入 港币 一百万 但是他说 你很重要 你说了些东西 都很受欢迎 收广告更好 那段时间 就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就开始觉得 如果没有人下广告 我们就死定了 原来是真的 是的 真的 很真的 是的 但是你呢 你应该多些发掘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 是可以令到人 就像你这样说 你说不是怎样好法 但是你有人听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再弄一下它的时候 可能 就是你出些 圣诞节的歌 一些不同过节的歌 可以很重要 你又多一份收入 哈哈哈 我教坏了你 如果有这么大的市场 这儿很难 不是啊 你管得它的市场 不是啊 你管得它的市场有多大 譬如多一个 当你那样东西 不要说多10元 还是5元 多一碗热饭 多一碗什么 你去哪里 又便宜些 又有些什么 其实真的没有人跟你斗 因为只有你这一个 是这样的 其他那些是不同的 所以就好像你买一辆车 全新的 大把人跟你斗 因为同一个款 不同颜色 同一个颜色 也有很多个 但是当你银过它一次 下一次就永远不同 因为是Cindy银过 连Cindy银过的车 就好像猫王穿过的底裤 都可以很热的 那就是 别人的名人 他之前穿的那条底裤 还未能那么明白 他穿了十年前的那些 拿出来买 都有人买 还有有人抄抄他 有很多人都抄抄 学他的声音 学这样的东西 你看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不要小看他 很多人就跟我说 他说你应该去令人开心 我说不是说 你不令人开心 你也知道 我出了份去印度 我又不拒 因为去到印度 今年印度是会过中国 是全球最多人的国家 是 过了 2023年过了 然后还有 我给你四个号码 这些是落彩的号码 四入彩 111114 另外那个就是1145 这个就是说十亿人口 每一个一就是一个十亿 四就是四十亿 所以第一个一和第二个一 都是说北美和欧洲 第三个一就是非洲 第四个号码是四 而那个是说亚洲 1114 但是由现在到2050年 那些一就会一模一样 所以这里不会有 population growth 但是对到非洲 就会由十亿变成四十亿 哇 是啊 四倍 如果你是做卖票白水的 而名字叫做Clorox 不是啊 问题就是这样 他们说我用什么买Clorox 我只是要买票白水就可以了 那变成你现在又不能用手提电话 去下广告了 因为现在iPhone又关掉了 所以很多牌子 很多人以前是用电视那些广告 其实你就等死了 死的了 对不对 我又不记得上次 原来我们说过蜘蛛和蟹 因为皇帝蟹那些 八只脚嘛 那些长角蟹 你上次说蜘蛛和蟹的关系 我说咦 我不记得了说 可以下一次说 都是八只脚 因为我们现在很流行吃皇帝蟹 可能是当造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我们这边很流行吃皇帝蟹 吃蟹的危险性 就是你吃蟹没理由不吃蟹 但是蟹很多时候会藏了那些污染在里面 那些问题 下星期可以说这件事 因为登眠 可是蟹都蟹蟹 对 所以不是叫你不要吃 但是要知道在哪里 如果你不理由哪里 那便有问题 譬如哪些地方 是养蟹 养蝦的地方 你要看看他们养成如何 而你怎样知道 它对不对 你试一下白灼 白灼再绝绝高 看看看你的身体如何 你总是觉得想作呕 那你就记得下次不要白灼 白灼不要用那种 因为如果不放了汁去遮盖的时候 原来令你不舒服 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下个星期你如果记得的话 但你刚刚提了大家 我记得我写下了 你写下了吗 我还有很多东西问你 其实你如何进入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 你又觉得自己人生如何 这些还好问 我是很奇怪的 香港那时候没有做过这些行业 当然我教书 读完书人大学中文系之后 我教了一年书 教了一年书才出来 出来在三藩市 有一天 那时候刚刚来到没多久 当然没有车渣 搭巴士 只是喝茶 我都不记得 好像是喝茶 我旁边看了一份《星岛日报》 我看了招公版 那时候还未升到 升到也未有电台 那时候另一间叫华语电台 立了要聘请人 我立了旁边的 等位置 那时候坐在等位置 我先打电话问问 那就入了行 那就是了 那时候很容易聘请人 其实难同意 最难是什么 就是你不尝试 对吧 如果那时候 你说 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所以你用回那个心态 你出唱歌 你出唱歌 我肯定告诉你 你的荷包 一定是多了 正多个负 因为是有人听的 还有就是 每个人都好奇 Cindy 会听成什么 你知道我有其中一个研究的 grant 说唱歌对身体好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有很多研究的东西 其实是未必对我好的 对那个做Funding的人也好 他也知道答案 但是对我有什么关系 是吧 但是这个不同 这个令到我 比如坐直一点 整个概念 都是由这个 这么小的grant 得到的 因为我那时候愿意接受 我告诉你 二十几年前 不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我在香港 我读西医的时候 有一个实验 就是要你去研究一下 鼻子 拔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 可以用鼻子 来看看 你有没有癌症细胞 哦 我听过 是的 然后呢 我听过 所以你之后见到很多时候 你去医生的地方 他会有个东西来查一下 他就伸了手指 到你那里 然后就放在那里 看看有没有 但是呢 其实呢 那个研究 和那段时间 就令到我 认识多了 和多了香港人认识我 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会问他 大家是朋友 其实朋友 你介不介意 其实我问你拿些东西 可以不可以的 他说问我拿钱 我说不是 给钱更简单 你一定可以给我 给黄金 是的 没错 我真的问我的朋友 拿股子 咦 不单是我的朋友 男性朋友 他问他的女朋友 拿了 但是当你问他拿这东西 我真的 我是拿得最多股子 我真的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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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执事 都可以出了名的 原来 所以这个是 看你什么时代 看你什么情形 问别人拿一些东西 和什么的 context 来问 就是原来可以救人 可以救人 救人命 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 我们不要看少 你别人现在的声音 别人认识你 每天都听你 其实你去拍一些 譬如卡通广告 什么东西 听惯了 那套戏也很修复 所以香港 就找那么多艺人配音 你现在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 你现在明白 但是data 你知道我一直看data 就会看到这些东西 即是90后的 大脆佬会怎样 没得看 其实他们是不是死了 但是又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只是怀疑 就是说 那么多人练健身 但是去到90岁又没有 是不是因为以前不流行 所以没有 但是不流行 也有人试 其实是不是肌肉 大脆了 确实了之后 然后 或者你可能 那些关节 就顶不住 怎样才做练瓦灵 那些关节 坏了 在70已经坏了 当然没有90 也没有71 没有90 这个是在data里面 如果我们用data 做些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拿data来挂别人的东西 打给你的电话 然后问你买不买广告 你知道那些 你都收到那些 其实data有很多用途 不用这样 但是因为很多人不懂得这样的用法 就变成了 你只能看到其中一面 对 对 好 那我下星期先跟你谈 我又要搞新闻的东西 说多一句 让你可以舒服一点 就是 我可以说 我听到你的声音 跟我做访问的时候 我个人是舒服一点 真的吗 当你不是很紧张的时候 你很紧张 那我就紧张 但是如果你是慢慢来 我会舒服了 所以你的声音是有价值的 唉 好 我想想 我迟些 一月底 就会有一个 event 里面 唱半首 和人合唱 到时我录给你 很重要 你看 你继续在那里追下去 可能真的有些东西走出来 是 是 是 还有新一年 所以整个 你熟什么的 那些东西 可能这次都一定会不同 绝对应该试试它 真的 好 对吧 好 下星期我们再谈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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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说完了 那我就在这里停 今天24分钟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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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